大家好 又回到一個星期一集的自然之魚周機 最近出片量少了很多 因為非常疲累 還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所以不太想剪片 有壓力的情況下剪片 我發覺片的質素都不會好得去哪裡 所以我寧願被自己當放鬆 今天跟大家聊聊聊故事 我們目標都是追太陽追日落 我們這一刻應該是剛剛六點多鐘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六點二十幾分 青馬上都還可以看到太陽 因為我昨天試過 還有今天幾好天 希望太陽在我們去到青馬的時候 可以看到日落 是呢 再之同一些如果都是駕駛二輪 或者不是駕駛二輪都可以說一下 就是醫護的觀眾們 打氣 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 尤其是借車給我的師兄們 我都知道有些曾經是 行為呀 曾經是 曾經借過車給我試的師兄們 他們都是醫護來的 我知道他們近來都是非常非常忙 辛苦 吃力 疫情之下 我知道做醫護駕駛應該都挺辛苦的 其實 對了 關於醫護 關於疫情 我們不如先講第一個題目 有觀眾 因為我又是還原了 聚越老土的方法 在IG問大家有沒有些什麼 自然自乎週記的題目 是呀 抱歉 因為我開始既窮了 要問觀眾們有沒有些什麼 話題性的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人又問起一個很久很久很久 我猜有一年多前我們討論過的一個題目 就是 戴全面臉 戴頭髮 究竟戴不戴口罩呢 因為這個議題是之前剛開始說要戴頭盔的時候 有人都爭論過 就是你戴全面臉 戴頭盔 再戴口罩的話 是不能呼吸的 或者就算我不是不能呼吸 我戴眼鏡的話 我是起了木更加開不了車的 就是我為了防疫之下 去滿足一點政策 我要犧牲我駕駛電單車上的視線 是不是可取呢 整件事好像很有趣 我曾經有時試過 我發覺其實 如果要戴 我猜是外科口罩那些 其實就好像有點辛苦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 我的頭可能就算是 不是 本身都戴的 但是呢 師兄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 我戴大馬頭盔 我發覺是有輕微的窄 我現在戴著這個頭盔 我發覺我是要戴加大馬才要戴得舒服的 對 但我過往的LS2 大家看到我的頭盔 那麼久以來 過往的兩年 都是戴大馬頭盔而已 我在戴大馬頭盔的時候 試過戴外科口罩再戴頭盔 所以我發覺是不行的 因為每一次一戴頭盔上去的時候 那個外科口罩就會歪掉或是不行的 其實跟戴沒有什麼分別 而我這個呢 現在我戴加大馬頭盔 我戴上去都還可以接受到的 起碼都還可以有個口罩 但是 變相就好像好 那個口罩會拉住了 好像不太舒服的樣子 其實就是要是駕駛單車 在中途會窒息 其實就 所以你問我戴外科口罩的話 就不好 但如果反過來 大家有報口罩 好像我 有一個報口罩 是有我的名字 在上面的那個 可能 都ok的 因為我試過是work的 所以戴全面皮膚 戴不戴到口罩 我覺得是好看大家 本身是戴著什麼口罩的 但是就是 我覺得 我聽過有人說 近來執法那些 可能會看到你故意截停 你看看你有沒有戴口罩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可以 就是那個字 我們之前應該都是用同一個字 就是debatable 即是英文的 可押 可以傾的 始終你戴全面皮膚 但是戴口罩好像不合理 你犧牲了很多 你駕駛上面需要的 感官 安全 所有東西 太陽 它還在比較高的位置 我猜我們去到清馬 是趕得及的 除了戴口罩之外 有其他師兄就問 如果是人生第一次買車的話 應該買一手車 還是二手車 因為它會拍街 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 我會歸納為 我個人意見 歸納為 就是 叫做 你的心理關口未過到 因為就算你買二手車 或者一手車都好 你不是新手 不是人生第一架車 你將來在香港開電單車 你都很難不拍街 因為骨位是一件非常之 骨位是電單車的日常 你都不理會 有見於遲 我猜有新手問 如果我人生第一架車 應該買一手或二手 如果我會拍街 會不會有影響 這條問題 我覺得你要反過來 我給你的意見 就是 你要接受到 你的新車 是要被人刮花的 這件事 我們頻道也曾經說過很多次 我又不是叫大家去到我的程度 不疼愛車 只不過是 你要讓你的車 有一點點 打痕 傷痕 才是正式的成長 如果大家不知道 我人生第一架 真正拿了P牌之後的 第一架電單車 我是開一架 全新的 哈利Davidson Rn 883 當時我也是買新車的 其實 哈利Davidson Rn 883 是一架名牌車 大家都知道 因為哈利這個品牌 而當時 我們在馬路上 有攝車 下雨又駕駛 在骨位也有攝駛 我猜人們搬不到我的車 因為車比較重 但是在拍骨位的時候 很少不免 很容易會開花 有時我試過 不小心側的時候 我開到別人 別人開到我 真的 是發生過的 我不介意認 因為是正常的 我覺得這個成長過程 一定會發生這樣的事 其實 跌車都試過 所以 拍街 花就笑不免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 就算你不是新手 你將來都要拍街 就像我剛才所說 所以 整花的車 是遲早的事 至於人生第一架車 應該買一艘車 還是二艘車 就看你自己 喜不喜歡買全新車 有些人他們的說法就是 如果你新手 去買一艘車 全新車的話 可能你 每一次跌車 就要很痛心 因為少說你新車 你新車 你又不是很熟習 你的車的重量的時候 但是我還是堅持一個想法 你要跌得多才會成長 有個說法就是 你的電單車越殘 跌得越多 比你越操得 越…越… 越…什麼叫做 呃… 對 你的車越多經歷 你作為一個騎士經驗 就越多 可能的說法就是 太陽還在這裡 計算這個距離 我們去到清馬 應該過一次見到日落 對啦… 所以… 豁出去啦 各位 我接下來的690 SMC-R 其實我都預計了我一定會跌車的 因為我本身會用它來練一些 我本身沒有想過… 我本身都打算玩一下少少stun的東西 但是我前面剛才跟另一班私人聊天的時候 他們發覺我用的690 SMC-R來做stun 好像有些… 在玩stun的世界來說是一個笑話來的 其實… 但是我都賣了 所以就算了 算了… 對啦… 另一個項目 有私人就問了 嗚… 如果是新手想開巡航車的話 有什麼選擇呢 我個人見解呀 因為以一個… 我本身第一輛車都是巡航車 以及我本身都是因為巡航車 所以想開電單車 只不過是開車 變成跑車 以及變成街車 再變成Supermoto 這個經歷來說的話 我覺得巡航車本身的引擎表現 是大部份巡航車 大家的新手都應該應付得到的 其實車重就避不了 因為你巡航車本身是比其他車款重一點 但是你選擇了巡航車的話 我相對你就不會特別要擔心坐高 是啊… 如果大家記得剛才我剛才那一輛 我第一輛…人生第一輛長航電單車 就是…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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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ly Davidson的Iron 883 那輛車重250多kg 我身手坐上其實是有點害怕的 但是因為同時間我沒有開過其他電單車 我不會懂得對比這輛車重還是不重的 反而我駕駛了那輛長航車之後 我再去換任何一輛車款 它只要不是長航車 我都覺得很容易應付 因為沒有一輛車 除非我再去巡航級別 如果我不是去巡航級別去其他車款的話 應該大部份車款的話 都是輕輕的 所以是… 任何巡航車款 我覺得對新手來說都可以接受的 看看… 可能另一個說法就是看你的預算多少 以及你喜不喜歡這些特別的品牌 是啊… 我們前陣子介紹過 叫Rebel 500的Honda 是一輛非常好的入門長航車 因為它相比普通的巡航車 它是相對較輕的 190多公斤還是180多公斤 好像忘記了 Haley Davidson的Iron 883 Sportstar 都是在Haley級別來說 一輛叫做入門的巡航電單車 甚至近來我在做研究 有師兄不斷叫我試這輛 如果有機會試一定要試 叫做Hioson 曉星的GV300S 我看過它的規格 我發現它的車的樣子是挺好看的 再加上原來它這輛車仔 這輛巡航車仔 它重量都160多公斤 跟這輛CBL250差不多重 即是一輛極致輕的巡航車 其實怪不得香港有市場 或者那麼多人留意它 所以… 對… 如果新手想留意一下 有甚麼巡航車可以試試 例如剛才我說的那幾個車款 我另外一位師兄就再問了 如果香港有一些像台灣的 是否叫安駕課程 會不會少一些意外呢 馬路上 這個題目我覺得是挺值得醜論的 大家如果有想法可以一起留言 討論這個題目 我相信台灣的安駕課程 特地訓練你去駕駛上面一些額外的技巧 或者一些意識 不同於普通的學牌 好像香港的路士那樣 考一些基本 或者那麼… 初級基本工的東西 哇 外面的隧道很漂亮 日落應該挺壯觀的 在前面 我話說前陣子被一班師兄邀請到 去近元朗屯門大堂那邊 去參加一個叫做 Gymkana的一個活動 如果大家知道什麼叫Gymkana 就是一些好像在外國見得多一些的 就是一些很慢車 在雪糕桶之間 周圍捐來捐去的那種駕駛 方式呢 我去玩過一次吧 可以讓大家看一點的 Shit 差點了 嗯… OK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我來這邊有一段片 是正式介紹那個Gymkana的地方的 是的 所以是… 是挺好玩的的確 但是呢 我果然玩完Gymkana的一個活動之後呢 我有一個感覺呢 就是一來吧 它真的挺好玩的 真的很少可以在香港有這個機會 去試驗你的駕駛技術去到哪個level 跟其他人對比呢 是因為簡單來說 你要扭得快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的嘛 是人一扭 右手手腕就可以駕得快 但對方算是你駕得慢的時候 慢車的控制性啊 你熟不熟你的車的油門啊 迫力控制啊 全部那些東西 加起來那種技巧呢 就是Gymkana 他們真的在挑戰你的東西 而我覺得是挺好玩的 甚至呢 我覺得你有一個感覺呢 其實Gymkana是應該 駕排或者一些 可能是香港駕駛路士 或者是強制性應該參考的東西 來的 強制性要打八字啦 純粹在八字上打 打八字之後再加急停啊 這些呢 我覺得反而如果一些新手 他們是開始接觸電單車 他們去玩Gymkana 而他們開始練得多的時候呢 一去到真的要考強制的時候 你會發覺成事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容易的 因為你需要的技術是更加高的 玩Gymkana的時候 哦 非常之靚的日落啊 雖然我知道Gopro 10 現在我用了這個Max Lens Marker Super Wide 應該有少少的魚眼效果在那裡 所以我們試試過了青馬之後 會不會看得再漂亮一點呢 我們飛去前面 你看看 很漂亮的太陽 日落啊 鹹蛋黃啊 我昨天去到這個中數呢 同一個時間的時候呢 太陽應該接近 下了水平線的位置了 但今天同一個時間 我發覺它就高了一點點 可能是 是不是正式帶來夏天 這個叫日短夜長 神經病 日長夜短的 節奏 是啊 剛才說到Gymkana Gymkana 回應師傅問我 就是如果香港有了這個叫做 安駕駛的駕駛課程 或者類似的東西 會不會少一些意外呢 我覺得就 兩體的 因為很多時候電單車有很多意外 都不是你自己犯錯的 可能 可能是環境因素 例如地下有 例如是隔壁的司機 他看不到你 剛好騙到你 這些位置都是發生意外的 其中一個可能性 是啊 建基於遲 如果那些安駕駛 我不知道那個安駕駛課程的概括 是否只是電單車 還是所有車款都有 如果有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 但同時間 我覺得有時可能有了安駕駛課程 知道大家對自己開車 有了更加大的信心 是容易開得更加老朗的 有個說法 就是很多駕駛電單車的人 其實你剛剛學排身開車 或者我當你P排身 在馬路上行走的時候 你相當地沒有那麼容易發生意外 因為你自己本身 很害怕 你長期都好像很害怕 看鏡 不知道那邊的車發生什麼事 又有蛇龜 這些小小的蛇龜動作 擔心的動作 會令你駕得更加小心 反而 可能你駕駛一單車幾年開始 覺得自己和人車合一 你駕得越來越快 越來越魯莽 越來越信駛車的時候 就越容易有其他因素 令你發生交通意外 所以我覺得 可能台灣的安駕駛課程 是可以短期浪 令本身一班沒有這個意識的人 提高了這個意識 但提高了這個意識 會不會令大家駕駛得更加魯莽 就可能另一個話題 不知道 不知道 大家怎麼看 不如討論一下 最少我們現在不是在做Live 如果在做Live 我們可以一起回應一下大家 那些事情 今天都總算追到太陽 雖然我們不是追到盡頭 如果我們在東沖這個位置追到盡頭 應該要去到這個叫做 飛機維修區 那裡就應該是你可以看到太陽 日落的最盡頭位置 所以就是這樣 今次的自然治癒周記比較簡短 我們還原基本步 可能跟大家多做自然治癒周記 因為我發覺試騎日 剪到我有壓力 唉 剪片剪到真的 尤其是 你知其實市騎日 我們一踢過 有時一踢過之後 我剪片額外後期製作的時候 發覺都 講錯話了 或者有些位置我講多了 講少了 或者講漏了 雖然我可以用VoiceOver做 但有些位置是 怎麼形容呢 當你上網搜尋 都搜尋不到資料的時候 你就 我都不知道什麼是真的 哈哈哈哈 我都不知道什麼是正確 是啊 好了 我準備功夫做得不足的 的確 但是 是的 我們就還原基本步 去做一下這個自然治癒周記 我今天都忍不住 真的非常無耐性 跟KTM那邊那個 我跟KTM那邊那位師兄 我Message他 問他 我新車會不會有Delay 他跟我說 船期應該是沒有變的 如果最保守的話 就應該是4月2個禮拜會到香港 那麼4月2個禮拜到香港的話 我還沒有計算運輸署要出牌的那些麻煩的手續 因為現在疫情之下 我估計政府大部分的部門 都是有限度服務 所以 船期不是一個問題 就變成運輸署一個問題 我的師兄在IG留言告訴我 好像說 不知道運輸署他們排期 搞竹牌 排行車證那些 在KTM又去搞一段很長的時間 好像現在我們在3月幾 你想預約搞行車證 已經去到5月的時候 才能做到 即是你只等運輸署 都要等兩個月 真慘 真是 那個感覺就好像你人生是被 被停止了在這一刻 你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是啊 我本身也是有點無耐性 坐不定的 有時候就會期望新車快點到 但新車又快不到 因為那些完全不在我控制之下 之後就想一下 政績有沒有什麼新事發生 政績好像如果大家知道我 我政績又被人停了業 所以 在正績被人停了業之下 我的副業 Youtube做興趣的 又沒有什麼新事發生的時候 是啊 最近沒有什麼車試 因為疫情之下 連我們平時試開車RIDU那邊 都可能也有一點點 未必那麼容易得閒的日子 或者是他們Operation 都有影響的情況 我們試車機會有少了一點 所以是 彷彿 好像是天 將你的生活 Pause在這一秒 要你面對這一種 寧靜 再加 孤獨 去面對自己內心的心魔 對 對 這個是我少少更怕的感覺 大家更怕的感覺 有沒有人做個招好嗎 我想這些朋友 好像也有不少是中的招 之後康復 我也覺得 在這個情況下 好像早中 是好過持中 對 講一下 純粹講一下 今天聊天 講一下故事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 可以like 留言 聊天 我們看一下 加留一下 雖然我們是隔著一個螢幕 只有我 你們都是看片 但你們可以做的 可能是可以like 或者留言 看看我們有什麼互動 橙色的天 Lilax Sky 這個叫Magic Hour 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任由你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